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恶来的子孙就被周朝流放到了陨西蛮荒之地 后来等到了周朝第八代天子周孝王的时候 嬴姓家族出了一位首领妃子 十分善于养马 因此周孝王就赦免了嬴姓家族先祖当年对抗周朝的罪行 允许他们恢复了家族的祭祀 而且还封给妃子几十里的封地 让他在渭水河畔为王室养马 因为妃子的这块封地在当时被称为秦谷 然后妃子就在这里修筑了一座小城 以帝为名秦义 这也就是后来威震华夏的大秦帝国这个名字的由来 后来到了周朝第十一代天子周宣王的时候 妃子的曾孙秦仲被周宣王任命为大夫 不过秦仲虽然被封为大夫 但是他并不是真的成为了周天子麾下的清大夫 按照周朝的制度 像秦仲这种封地不足五十里的小领主是没有资格直接听命于天子的 而只能是某为诸侯的附庸 但是史集中却没有记载秦仲的直属领主到底是谁 不过根据地理位置来推断 或许秦仲的顶头上司就是封地位于今天陕西宝基的周国 也就是当年辅佐周成王东征东夷剿灭殷商移民 平定三间之乱的周公弹次子一夕的奉古 再后来秦仲的孙子迎开 因为在西周末年的犬戎之乱中 福报周平王从宗州浩京迁渡到了成州洛邑 因此被分为子爵 正式成为了诸侯之义 迎开也就是秦国的初代国君秦相公 据说周平王亲口向秦相公许诺 只要秦国能够剿灭进入关中地区的西戎 以及其他不肯臣服于王室的戎敌邦国 那么秦国在关中打下来的所有土地都归秦国所有 有了周天子的这份许诺 此后的秦国几代国君 先后攻灭了西戎 当世戎 归戎 纪戎等戎敌部落 击败了瑞国 梁国等诸侯国 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 开始真的和中原地区的这些老牌诸侯国 平几平坐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 秦相公的武士孙秦穆公 迎人号 迎娶了晋国取卧待晋之后 取卧一夕的第二代君主 晋献公的长女 穆基 成为了当时国力最强大的 姬姓诸侯国的姻亲 后来秦穆公的女儿怀迎 又先后嫁给了表弟进怀公和舅舅进文公 正是由于这段历史 再加上后来元代戏曲小说的影响 使得秦晋之好成为了中文之中对于婚姻的一种雅称 不过在真实的历史之中 秦晋之间其实一点也不好 话说秦穆公迎娶了晋国的大公主之后 闲来无事翻阅了一下晋国的陪嫁礼滩 结果发现这期中有一个叫白里希的陪嫁奴隶 自己好像一直没见过 秦穆公间这么一个奴隶居然是有名有姓 很是好奇于是招晋国使臣前来询问 原来这个白里希原本是渝国的大夫 后来晋宪公假到法国灭亡了渝国 白里希就成为了战俘 后来因为他不肯归顺晋国 所以就被当作陪嫁奴隶送到秦国了 没想到在来秦国的路上 使者没看住让他给逃跑了 秦穆公听晋国使臣这么一说 对这个白里希就更感兴趣了 于是他就找到他的老师公孙芝 问他听没听说过白里希 这位公孙芝年轻的时候 曾经在晋国游学多年 学长之后出世秦国 因为见识广博才能出众 深得秦穆公的喜爱 所以被秦穆公尊为老师 公孙芝就告诉秦穆公 他还真听说过这位白里希 据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才 渝国的国君就是因为 没有听从白里希的劝谏 才遭遇了亡国厄运 听公孙芝这么一说 一直求贤若渴的秦穆公就立刻派人 私下打探白里希的下落 不久之后有人回报 说这白里希现在在楚国 因为擅自入境被罚做养牛的奴隶 秦穆公一听赶紧让人准备重金 准备去赎回白里希 公孙芝听说这件事以后 就来面前秦穆公 公孙芝就问说 国君您让人准备金银珠宝 这是要干嘛呀 秦穆公说这还用问 当然是要去楚国赎回白里希了 您不是一直很称赞他的才干吗 然后公孙芝就说 如果国君您派人拿着这些金银去楚国 那白里希就回不来了 秦穆公很奇怪 就问为什么 公孙芝就说 楚国人只是让白里希在边境放牛 说明他们根本不了解白里希的才干 如果您现在派人带着重金去赎人 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楚国 白里希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了不起的人才吗 那楚国还能放白里希走吗 秦穆公一听恍然大悟 于是就派人按照当时赎买奴隶的价格 带了五张黑羊皮去楚国赎回了白里希 白里希一到秦国的首都 秦穆公亲自迎接 一番攀谈之后 对白里希也是大加赞赏 授予他执掌国政的大权 因为黑色的山羊被称为谷 所以白里希也因为这段经历被称为五谷大富 白里希成为了秦国众臣之后 就像秦穆公又举向了一位人才 他对秦穆公说 臣有一个好朋友叫简叔 才能远在臣之上 当年臣学成之后外出求官 一开始想出示齐国 但是简叔都有说 齐侯公孙无知 只不过是全臣手中的傀儡 不得人心 一定不能长久 因此我没有出示齐国 后来公孙无知果然被杀 离开齐国之后呢 我又得到了周天子的数字王子颓的心象 他想重用我 但是简叔又劝阻我 他说王子颓恃宠而骄 不是一位好主 因此我没有接受王子颓的拼忍 后来王子颓果然发动叛乱 兵败悲善 之后我又想出示于国 简叔又劝我 说于国的国君贱财妄义 刚毙自用 可是这次我没听他的劝说 留在了于国 结果成了王国的战俘 由此可见简叔的简是远在我之上 秦穆公听了白利西的举荐 赶紧派人带着重金 把简叔也赢到了秦国 败为上大夫 然后秦穆公又意外的发现了一位人才 就是西戎八国之一的棉猪国 派来出示秦国的使臣鱿鱼 秦穆公十分欣赏鱿鱿的才能 希望他能够留在秦国做官 可惜却被鱿鱼拒绝了 为了能够让鱿鱿投靠秦国 秦穆公派人给棉猪王送去了16位武女 得到了这些中原美女之后 棉猪王就此开启了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的享乐人生 国家政务从此是一片混乱 由于屡屡劝谏棉猪王 却不被理睬 最终只得抛弃棉猪王 投奔了秦穆公 在百里西 简叔 鱿鱼等贤臣的辅佐却下 秦国的国力是争争予争争 而就在这时候和秦国有秦进之好的晋国 却出了大事 这秦穆公的岳父大人金猪公 因为异己偏爱 围围了周朝嫡长子的继承旨 费长利幼 逼死了原配所生的长子申生 也就是秦穆公妻子木鸡的同胞弟弟 然后进猪公另外两个儿子 崇尔和宜吴 因此也逃亡国外 然后进献公就立宠妻利基所生的儿子西齐 作为继承人 然而等到进献公刚一去世 晋国大将李克立刻发动叛乱 杀死了西齐 改离进献公的幼子卓子为晋国国军 但是很快又杀死了卓子 进献公留给西齐的辅政大臣 国相荀西也被逼自杀 这就是晋国历史上的利基之王 然后李克就派人去邀请在外流亡的义武 回国继位 公子义武虽然很是心动 但却不信任李克 这时候仪武就请求姐夫进献公 协助自己回国登位 而且许诺 事成之后将黄河一息的全部领土 都割让给秦国 于是秦国排出大军 护卫仪武回国继位 仪武在秦军的护卫之下 顺利回国继位 然后出色了李克 登基继位 就是进会公 进会公登向军位之后 自是晋国国力强大 就背弃了当初对秦穆公的许诺 拒绝割让徒弟 但是秦穆公为了长远的牧林关系忍气吞声 而且还在晋国遭遇饥荒的时候卖粮给晋国 然而之后等到秦国遭遇灾荒的时候 晋汇公不但不肯卖粮给秦国 反而趁机兴兵攻打秦国 晋汇公一再的背信弃义 激起了秦国上下的同仇敌侃 最终晋国兵败 晋汇公本人也成了俘虏 秦穆公本来是打算杀了晋汇公 几天好出了心中这口恶气 可是嫁不住妻子 也就是晋汇公同父异母的姐姐亲口求情 最后还是放过了晋汇公 秦晋两国再次结下了秦晋之好 晋汇公的长子太子宇 迎娶了秦穆公的女儿怀迎 而且留在秦国成为了人质 后来获世回国的晋汇公病重 消息传入秦国 在妻子怀迎的支持之下 晋国的太子宇扔下了妻子 偷偷逃回了晋国继位 这就是晋怀公 晋怀公的母亲是梁国国君的女儿 这个梁国也是迎庆祝侯 初代国君是秦国初代国君 秦相公的武叔少子康 后来因为梁国的末代国君 梁国喜好修建成义 所在全国各地大兴土木 征派遥移 百姓被逼得苦不堪言 秦穆公趁机就出兵吞并了梁国 而晋怀公就是这位 被秦穆公灭掉的梁国的外孙 或者外甥 因此晋怀公深恨秦国 继位之后对秦国的敌意 那是比他的父亲晋汇公 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秦穆公就有了 费力进攻国君的想法 他早就听说 晋献公流亡在外的儿子 公子崇尔十分贤德 在外流亡十九年 声明远波诸侯狗 于是他就派人去打探崇尔的下落 很快有消息传来 说崇尔如今正在楚 秦穆公就派了使者 去面见楚城王和晋国的公子崇尔 向他们表示说 这晋怀公无道 伤害民众 威胁邻国 秦国如今愿意护送 公子崇尔回国登位 恢复秦晋之间的牧邻关系 楚城王也认为 晋楚之间隔着中原好几个诸侯国 而秦晋却是邻国 因此也支持由秦国派兵 护送崇尔回国 于是崇尔就离开了楚国 来到了秦国 然后秦穆公就派他的儿子太子英 也就是后来的秦康公 护送崇尔回国继位 这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 晋文公七年 为了阻止楚国北上 将他的势力伸入中原地区 晋文公邀请秦国一起 出兵包围了背叛晋国 导向楚国的郑国 为了避免亡国厄运 郑文公亲自请了一位 被称为逐之五的说客 去游说秦穆公 希望能够瓦解秦晋同盟 逐之五见到秦穆公之后 就对秦穆公说 秦国在晋国的西边 郑国在晋国的东边 秦国帮助晋国灭掉了郑国 只能是增强了邻国晋国的势力 邻国势力的增强 那可不是什么好事 可是如果秦国放弃了 灭亡郑国的打算 那郑国一定会感激秦国 以后秦国使者出示 东方各国 路过郑国 郑国可以做一个东道主 好好招待秦国的 网还使者 再说了 晋国如今在东边 吞边了郑国 那将来自然也会想 在西边扩张疆土 您可别忘了 当初您帮助金汇宫登基 结果晋国人 不但不指纹图报 反而背心弃义地趁着灾谎攻打秦国 这种牺牲秦国兵马 秦梁 却为晋国牟利的事情 您作为秦国的国君 可得好好想想 竹之武这一番话 说动了秦木公 他不仅下令撤军 而且还留下了一些秦国兵马 帮助郑国守城 秦晋之间的殷亲家同盟 就此开始出现了裂痕 尽管晋文公还是感念 秦木公当年的辅助 坚持维护秦晋同盟 但是随着晋文公一年之后去世 他的儿子晋湘公登基 就开始雄心勃勃地 想要和秦国一决高下 恰在此时 秦国盲目地出兵攻打郑国 给了晋国提供一次 绝佳的开战良机 原来当初秦木公留在郑国 协助郑国守城的秦军将领 秘密派人送信回国 说他们现在已经深得郑国的信任 已经完全掌握了郑国国都 北门的控制权 如果这时候秦国能派一只大军 来和他们理应外合 一定能够一战就灭掉郑国 这时候的秦木公又一次的 被开疆阔土的诱惑所吸引 忘记了当年逐之武 对他说的 越国已避远 君之其难也 同意了郑国秦军首将的请求 任命白利西的儿子孟明氏为主将 简叔的儿子西启书和白奇饼为副将 出兵远征郑国 简叔认为 秦军劳实远征不可能做到绝对保密 消息必然会被泄露 而消息泄露就会使得偷袭失败 大军远征在外 无功而返 就会导致军心浮动 到时候全军崩溃的危局就近在眼前 但是秦木公这回没有听从简叔的劝谏 执意出兵 秦军出兵的那天 简叔在城门前是大哭 痛哭这么多秦军见儿 再也见不到故乡了 然后他还拉着两个儿子的手对他们说 禁军一定会在修山秀房 秦军必然会在那里全军覆没 我到时候就得去那给你们俩收尸了 后来果然如同简叔所预料的 秦军刚刚入过周都 络绎不久 就被一个郑国商人玄高猜透了秦宗 玄高一边派手下回国狗急 一边假装自己是郑国使臣 前去拷劳秦军 见到了这位所谓的郑国使臣之后 孟明氏等人知道 消息已经泄露 郑国那边肯定早就做好准备了 偷袭已经不可能了 但是孟明氏他们又觉得 秦军大老远来一趟 不能就这么空手回去 于是他们就指挥秦国 就近攻灭了旁边一个郑国的盟国 华国 截略了华国城中的财富之后 班师回国 然后果然如同简叔所预料的那样 秦军在回国的路上 在小山遭遇了禁军的埋伏 全军覆没 孟明氏 西启书和白起炳三个人 也都成了禁军的俘虏 原本禁湘公是打算杀了三个人几天 但是禁湘公的嫡母 也就是秦木公的女儿文盈 这就是站出来反对 他说秦晋两国是累世殷亲的盟友 秦国这次出兵 也不是冲着禁国来的 如今秦军全军覆没 已经彰显了禁国的实力 放这三个秦将回去 秦伯自然会重罚他们 何必由禁国来当这个恶人 破坏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呢 禁湘公就被说服了 下令释放孟明氏三人回国 禁军的三军统帅 中军元帅先箭 听说禁湘公下令释放 背负的秦将十分恼怒 他怒气冲冲的入宫进舰 想让禁湘公收回成命 两人争吵之间 盛怒之下的先箭 当着国君的面 往地上吐了口口水 这可是大不敬的重罪 不过禁湘公念今 先箭是当年追随父亲 禁文公流亡多年的老权 说的也有道理 所以就没有追究先箭的军前事宜 反而是派大夫杨楚夫 去追回三元亲家 后来先箭冷静下来之后 也认识到了自己 对国君的无礼 心中十分羞愧 因此在之后和敌印的战斗中 他脱去头盔和铠甲 免咒杀入敌阵 最终战死沙场 算是对禁湘公以死谢罪了 再说这杨楚夫 他一路追到了 秦晋两国交界的黄河 才追上了孟明氏三人 这时候孟明氏 他们三个坐的船 已经离开了河岸 于是杨楚夫集中生智 假意说 晋侯有赠礼 送给三位将军 请你们一定要收下 孟明氏三人 当然知道杨楚夫 这是想骗他们回去 所以一边加紧谣传 一边回答说 我们承蒙晋侯宽幼 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不敢再收什么赠礼 如果我们回国之后 侥幸没有被秦伯处罚 那么我们在三年之后 一定会回来 报答晋侯今天的厚恩 等到孟明氏西起树和白起禀 回到秦国之后 出乎人们的预料 秦木公不仅没有责怪他们三人 反而是把战败的罪责 全都揽到四己身上 继续重用三人 三人也是知恩图报 加紧操练兵马 准备找个机会 一血前止 两年之后 自认为已经准备妥当的 孟明氏等人 主动向秦木公请战 要求攻打晋国 报仇学恨 可是晋国那边 晋香公自从听了 杨楚夫的回报之后 就一直在为 孟明氏他们的报答 做着准备 因此秦晋两国 在两国交界的彭雅 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白水 爆发了两次大战 秦军是连战连败 丧尸失地 在连丢了两座城池之后 才最终熬到了 禁军主动扯兵 这次的惨败 让秦国上下群情几番 朝野舆论都呼吁 秦木公罢免孟明氏 然而秦木公 仍然没有处罚孟明氏的 他还是把过错 都归到了自己的身上 继续力排众议 信任重用孟明氏 等到第三年的夏天 孟明氏再次请战 这次秦军集合了五百两战 扯将近四万人马 渡过黄河 攻打敬 秦军过河之后 孟明氏下令 渡河焚船 决心置之死地而后生 秦军将士原本就对 之前的旅次战牌耿耿于怀 在孟明氏的激励之下 更是士气大阵 不仅一举收复了 彭雅之战中丢失的城池 而且还一路北上 接连攻克 晋国西垂的几座中阵 晋相公在得到了 秦县战败的奏报之后 对秦军这次自端退路的 绝死之心也是十分敬畏 因此他严令各地禁军 坚守称职 不得擅自出城 与秦军交战 于是孟明氏就率领了 秦军在中原霸主 晋国的国土上 一番耀武扬威扬美吐气 既然禁军真的是坚守不战 孟明氏也就率军 屌头难下 和从大阳金渡过黄河的 秦武功御驾亲征的人马会合 前往萧山 安葬祭奠了三年前 在萧山之战中战死的 秦军将士 立碑纪念 然后撤军回国 经此一战 秦国算是一雪前耻 不过晋国毕竟是中原大国 立国数百年 触大根深知凡野貌 并不是地处边陲的 秦国所能轻易撼路 再加上秦武功心里 或许对那个犹他和晋文功 一手缔造的秦晋之好 仍然抱有着幻想 所以秦国在此之后 也没有继续东进 而是转而向西 将秦军将士 锐利的兵封 指向了西戎口 按照史记中的记载 此后秦国一国十二 开地千里 碎把西戎 就连在洛阳城里的 周天子 都派天子重臣 周公亲自给秦武功 送来了代表天子的金谷 承认了秦国 作为西方霸主的地位 三年之后 秦武功去世 他和秦国公主木鸡生的儿子继位 就是秦康公 也正是在这位晋国外上在位期间 秦晋之好 算是彻底掰了 不过这还真怪不得秦国 秦康公登基的第二年 他的表兄弟晋香公也去世了 晋香公去世的时候 他的儿子太子宜高年幼 因此晋国的执政赵顿 就想拥立一位年长的君主 然后他就选中了晋香公 同母依父的兄弟 当时正在秦国担任雅清的公子雍 因此赵顿就派人去秦国送信 请秦康公派人护送公子雍回国继位 秦康公信任英语 而且他还给他这位表兄弟 派了一支庞大的护卫队 公子雍本来说秦晋两国是邻国 渡过黄河就到了 用不着这么多护卫 可是秦康公只说 当年我封负命护送舅舅晋文 贡回国 我恪守礼职 就送他到了两国边界 看着他带着几个晋臣 就这么手无寸铁的回去了 结果晋国国内的全臣发动叛乱 我舅舅也就是你的父亲 差点遇害 所以这一次你回国继位 一定要多带兵马 于是公子雍就在一众秦军的护卫之下 踏上了回国继位的归途 结果没想到 这时候晋国国内发生了变故 晋香公虽然去世了 可是他的老婆沐盈还在 这位晋国的先军夫人 听说丈夫的军位 要落到别人手里了 那自然心中是非常着急 所以他自从听说这件事之后 就开始他的维权之路 他每天一大早抱着他的儿子 太子一高就出门了 如果那天有朝会 他就抱着儿子到晋国的朝堂上哭闹 我的儿子才这么小 他能犯下什么过错呀 他既然没犯错 你们凭什么废了他的储备呀 你们这样做对得起先军的在天之灵吗 你们摸着良心好好想想 这如果是没有朝会的日子呢 他就直接带着孩子到执政赵顿家里上门去呢 就这样几天下来 晋国的大夫们都快被这位夫人逼疯了 最后赵顿决定 还是算了吧 还是让太子继位得了 于是这位太子一高 就靠着他老妈的一哭二闹三声调 坐上了晋国国君的导作 这就是晋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君 晋灵宫 按理说呢 这公子用本来是晋国主动请来的 如今晋国国内既然有了变动那就应该立即通知 晋国和公子庸大家好说好商量 如果真要是那时候 晋国提出了什么过分的要求 那再另说 可结果实际上呢 晋国这边不但向晋国和公子庸 严密封锁了晋灵宫继位的消息 而且还秘密的派出了一支大军 悄悄的埋伏在了公子庸一行的必经之路上 准备伏击晋军 晋军觉得自己是受到晋国邀请 就是作为盟友来护送晋国公子回国计外的 当然没有什么防备 所以突遭袭击 晋军打败一路溃逃回国 晋国这种神经病逝的背心气义 就连他们自己派去晋国迎接公子庸的使臣 大幅先灭和示惠都看不下去了 脸儿跟着公子庸一块逃回了晋国 也算是叛逃出走 以示抗议 秦康公得到的回报 那当然是勃然大怒 于是秦国转而和晋国争霸中原的主要对手 南边的楚国结盟结亲 共同对付晋国 而秦国和晋国之间 则是凄连不断的爆发大战 双方兵马 你来我往 征战不休 所谓的这个秦晋之好 这还不到两代人的事件 就彻底是反目成仇了 后来直到晋相公的曾孙晋平公登级之后 这才排出史臣和秦国霸兵讲和 而这时候秦国在外的国君呢 也已经是秦康公的曾孙秦景公了 再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 到了秦景公的六世孙秦造公在位期间 称霸中原两百年的强大晋国 居然自己也走到了陌路穷途 被自己的三个家臣赵魏涵所瓜分 然而即便是强大的晋国如今已经灰飞烟灭了 但是对于秦国而言 来自东方的压力是丝毫没有减轻 甚至在晋国解体之后 仅凭这三晋之一的魏国 仍然能够在少梁之战中重创秦国 夺取了秦国最附属的河西之地 当年足以和晋国抗衡 你来我往数代人的西方霸主 为什么如今只是面对三晋之一 却是屡战屡败 接连丧失土地呢 那是因为如今的秦国 也和之前的晋国类似 面临着国内全臣所导致的困境 至于说秦国将如何摆脱王国的危机 进而再度复兴 重新崛起成为一方强权 请听下回分解